今天我教大家把电脑的MVR磁盘转换成GPT的 首先准备一个U启动 这U启动随便做一个就行了 插入电脑之后重启电脑 重启 重启电脑的同时按住你电脑的那个U启动快捷键 我的是F12 我这个是戴耳的和联想是一样的F12 这时可以把手松开了 我们转这个 打一下电脑的那个方向键 回车 再去转这个回车 这是双击这个分析工具 双击它 上击它 上击好后在这个磁盘 右键 转换分析表类行为GUID格式 这个就是那个GPT格式了 点一下 确定 确定之后我们在这里保存更改 保存更改之后 我们需要在这个锡盘这里 在锡盘这里调整分析大小 分析后部的空间我们算300兆以上的300MB以上 我这里算400MB 3号点开始 这时点完成 这时你会看到这里多出来一个空闲了 右键 建立新分析 请选择文件系统类型 选择这个EFI EFI EFI的之后确定 这时点这个保存更改 左上角保存更改点一下 点4 这时你会看到它多出来一个ESP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 给它做一个引导启动 如果大家使用过MVR格式了 那大家很熟悉这个 重建主引导记录MVR这个对吧 这个是一个引导启动 但是这个GDP的启动和这个不一样的 我们要重新做 在很多这些U启动的这些工具里面都自带的 在这个里面找 所有程序在里面找 系统工具 这是找到这个 DISM++的相机的 这是点确定 接受 这是选择你电脑的这个版本的这个盘 我的是这个 点一下它 这是点一下这个恢复功能 点引导修复 这是点确定 已经修复完成了 修复完成之后我们打开这个工具看一下有没有引导加进来了 有了已经扎进来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才这个文件扎着空了 现在已经多出来了 就是这些 没有问题了 这个引导已经扎进来了 这时候我们重启电脑 这时你重启的时候 发现它会重启不了 会卡住在这个地方 而且右盘已经拔出来了 它是重启不了的 重启不了是我们要设置那个BOSS的那个启动向为 那个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引导 首先我们重启一下进入电脑的BOSS里面 每一种电脑的主板它的那个BOSS启动的快捷键都不一样的 带耳的4F12大家可以百度收一下 收一下你品牌电脑直接收比如说你的带耳对吧 那你就在百度稍微说带耳如何进入BOSS里面 这时你就会找到它的答案 其中有快捷键 你找到的快捷键就行了 快捷键就是这么多 你按一个不行就按另外一个对吧 现在我关掉关掉程序进入BOSS里面 按住F5好这时它就进入了这个BOSS里面 这时大家打方向键移到这个BOOT这里 移到BOOT这里是第一项就是这个UEFI的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BOSS设为它的启动为这个UEFI的直接回车就行了 这时打方向键移到这个UEFI做回车回车 这时我们按F10 F10代表的是保存并退出 现在我按一下我电脑的这个F10 这时回车 回车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到了那个电脑的系统里面 如果你没有设置那个BOSS的第一启动向为UEFI的话 它就启动不了了 因为它默认识那个MBR的引导 你的这个磁盘已经转为那个GTP了 转为这个格式之后 它的那个引导启动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设置一下这个引导启动 这时它的启动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种以启动方式可以支持安装苹果系统 现在已经进入了系统 已经进入系统了没有问题了 现在这个转换还有那个引导启动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准备一下那个黑苹果的安装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在这里是否有个把脸颜色 我会发生了一个关注的